是不是超簡單 很棒耶 是不是想要回家立馬做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拿去冰 先冰再撒可可粉也可以 所以我就先就是 等一下去發洗臉睡個覺 然後明天我們再來冰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自從上一次啊 就是我們做完這個戚風蛋糕之後 就開啟了我對甜點的興趣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來找思景 來教我如何做 義大利文叫 帶我走的提拉米蘇 是簡單嗎 蠻簡單的 真心簡單 上次你說開啟了 你對甜點的興趣 所以你回家有做嗎 然後都失敗了 那我這次就真的很認真想要學 因為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甜點之一 因為我覺得提拉米蘇 它很厲害的是 它是那種甜甜苦苦 然後又帶那種巧克力 然後咖啡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多層次的甜點 然後我上網看師傅 他們就會說這是簡單的 對 但我不知道簡單在哪裡耶 因為你看就是我們東西 也一樣是材料很少 如果我們手指餅乾可以買到現成的話 我們就不用用烤箱 它冰要冰一陣子 但是我們就不用用到烤箱 會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這個是客人來 前一天你在做就OK了 可以 所以我們大家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食材油 現在前面有兩碗 這邊你看到有一點卡 就是我加了一點貝里斯奶酒 對像我這種酒鬼我也可以加更多 可以 你可以加整碗 然後這邊就是單純的鮮奶油 鮮奶油 那這個鮮奶油我們待會要用到上次學到的技術 打發的技巧 OK 然後這邊我們就要跟吉利丁把它煮沸 原來這是煮沸過的吉利丁 這個是泡過水的吉利丁 泡過水的吉利丁 然後這個是馬斯卡棗 也就是提拉米蘇的靈魂 我們先來泡手指餅乾好 好 那稍微切一下 好那我來切 好 好 喔 沒關係 他沒看到 所以我們要把它鋪滿 現在我們就是要沾這個咖啡液 要讓它吸飽水 為什麼不能直接用零的 其實可以 但就是這樣比較優雅而已 OK這樣比較優雅 要多少 要整個吸飽 所以你可以用零的 所以這個一般的黑咖啡好 還是一般的那個濃縮好 用濃縮的比較好 味道比較重 然後我覺得也是可以加久 在這個時候 OK加 因為我們待會還有第二層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要來煮 鮮奶油 加上吉利丁 這正統的提拉米蘇呢 它是要用蛋的 對啊 蛋咧 但是我們這邊沒有用蛋 因為蛋的話我們就要煮糖漿 會比較難一點點 複雜一些 所以在家裡做的也可以不要放蛋的 對 OK 小小火就好 因為所有的甜點 一半以上都有吉利丁耶 通常就是加吉利丁就是沒有 沒有在用烤箱的時候 因為它是要靠吉利丁凝固 然後我們這個用的是吉利丁粉 那用吉利丁片也可 嗯 這邊融了以後 我們就是先把它放旁邊 先放旁邊 讓它稍微涼一點點 好 剩下這三個東西 超級簡單 待會呢就是把這個打發 好 對 然後呢 跟糖一起把它打發 打發就變成上次我們做的那個樣子 對對對 喔 這樣子嗎 嗯 它會噴喔 它會噴喔 就是我們打到有紋路就可以 這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啊 嗯 好吃耶 然後呢這邊馬斯卡捧要加進去 好 一次加嗎 對 對 我超愛馬斯卡捧 真的 世界上怎麼可以有這麼好吃的東西啊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了嗎 對 好 好 其實現在應該就是已經算了 算差不多了 對 就把它倒進來 然後要繼續攪拌嗎 這邊我們就是稍微把它打一下 把它打勻就好了 然後這個 呃 還是要透過冰 它才會凌固 就是凌固 對對對 但是出來其實就好了 對 就冰一碗就好了 好簡單喔 一定要一個晚上 要欸 所以我今天要去這邊 可以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是要先把它鋪一層上去 帶過它嗎對不對 嗯 帶過它再多一點 然後再來呢我們要繼續鋪手指餅乾 欸我們該不會鋪好就好了嗎 對啊 然後再撒可可粉 我放那個那個可可粉 是不是超簡單 真的 很棒欸 是不是想要回家立馬做 真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拿去冰 先冰再撒可可粉 也可以 所以我就先就是 等一下去刷牙洗臉睡個覺 然後明天我們再來冰 好 大家早安 早安 經過了一個晚上 冰了一個晚上 我們終於可以來撒可可粉了 好這邊就是我們剛剛從冰箱裡拿出來的 那它現在已經凝固了 所以呢我們這邊就是要撒可可粉 OK 好那我來試試看喔 好 這是我這輩子做的第一個提拉米蘇 完成了 YES 很漂亮欸 很漂亮吧 耶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做的星球版的提拉米蘇 我覺得真的還蠻簡單的 比戚風蛋糕簡單 好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這個甜點的話 記得也可以分享你做的甜點給我們看 那到時候呢我們也會抽出幸運兒來試吃我做的甜點 好淡喔 結果那個星球是你 因為我一直敢給你吃 好啦謝謝大家囉 掰掰